还要来看这超贵的名表被调包 也让消费者很心痛 高雄有一名林姓男子 把市价20多万元的香奈儿手表 交给翁姓中表行的老板维修 一等就是半年多 却收到另一只手表 林姓男子很不满手表被调包了 报警提告 检井侦办之后发现 翁姓男子因为欠债 已经多次把客户送修的手表 调包之后点当 还有多支是高档的劳力士手表 粗估至少23人受害 今年2月高雄一名林先生 冲到中表行只问老板 为什么一只手表修了半年还修不好 让林先生不满的是 他送修的是一只价值20万左右的香奈儿女表 是老婆的姐姐在过世前赠送的 对他们来说相当重要 但是从去年8月送修之后 他们每次询问 中表行老板都是不断推脱 让他觉得相当可疑 等他拿到手表的时候 却发现原本送修的是香奈儿 圆形白色的精品表 但是送修回来的却变成方形的香奈儿手表 真的差很大 林先生不满手表被老板掉包 一气之下报警处理 后来警方一查才发现至少有23个人受害 原来这一名中表行老板欠了不少债务 他把顾客拿去送修的名表 典当抵债 被拿去典当的除了有香奈儿手表之外 甚至还有价值40万的 老力士水轨系列的名表 事情爆发后 这间中表行 关店老板人间蒸发 现在也被依侵占罪起诉 客人他要详细一点 我们就还会再把它开底盖 看里面的机心 是不是什么机号什么型号 在写给客人 其他的业者说 通常名表在表身跟机心都会有编号 如果民众送修 可以要求店家拍照记录 可避免被不效的业者调包 确保自身的权益 记者杨中铭高雄报道